越来越多大陆品牌手机像是华为、小米、还有库派等等 陆陆续续进军到台湾市场了 除了主打低价位的款式 现在更推出高规格的手机 直逼其他的大厂牌 不过现在就有通讯业者表示了 大陆手机因为传出资安的问题 不见得每一位民众都买单 大陆手机进军台湾市场比规格也比价格 小米、鸿鸣已经让很多学生趋之落伍 现在又有一个新品牌也放话要抢攻台湾市场 面对小米的竞争 面对HTC、三星的低价程度的竞争 我们库派大神F2非常有信心 为了和iPhone与HTC做出市场区隔 推出使用方便 后称第一款4G双卡双待的功能 加上5.5寸大萤幕和8核心处理器 却只要台币不到6000元 等于是台湾品牌大厂将近一半的价格 会 会 为什么 因为经济实惠 然后功能又多 不会 因为怕它爆炸 但是从今年第三季台湾智慧型手机的市占率来看 华硕与ZenFone几下三星和宏达电成为第一名 苹果也只抢到第五 大陆的小米机只占到第六名 要打下台湾市场其实并不容易 像这种大陆的品牌手机 他们主要做那种低单价 主要都是要打一些像自民厂商 像HTC或像Sansom 大陆手机来势汹汹 放话想要抢下台湾手机市占率的5%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记者城市链录影艺台北报道